你 娘 家阳 你回来得正好 谷行长他们得手了 我需要知道文禄那边的反应 娘 这事先放一放 我有一件 我有一件要紧的事 想问问娘 什么事情吞吞吐吐的 是有关大容的 我跟大容 就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 你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我 都什么节骨眼了 还在想大容的事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我现在要先知道文禄的情况 好 你要我告诉你 大容 我觉得这段时间你变化很大 好像一下子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我也这么觉得 难道 这就是一个女人结婚后必然的变化吗 怎么 你丈夫对你还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她很矛盾 有的时候 她甚至对我敬而远之 天哪 夫妻之间敬而远之 这太离谱了 可是这就是事实吗 我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大容 你毕竟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 学的是新文化 新思想 我真难以想象 以你这么开朗的性格 竟然会忍受这样的婚姻 换了我肯定跟她分手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姑爷 姑爷喝得明丁大醉回来 乱说胡话呢 什么 鸿佳阳 你算是个什么啊 你算是个男人嘛 你根本就不是 你就是一颗棋子 你已经过了这条河了 你就只能往前 一直就到 到终点 你就是个棋子 水头的 我 你就是木头的 你是麻木的 你有老婆 你老婆是你仇人的女儿 就是你仇人的女儿 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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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阳你怎么了 佳阳 佳阳 姑娘 怎么了 大容 我没事啊 没事 我就是有到我点儿难过 你是我老婆 可是你能理解我吗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的困惑 说她不喜欢我吧 她又要我理解她 可是我总觉得 我们之间有些什么东西 让她难以开口 弄得自己半死不活的 她是自昨年不可活 可却连带着苦了你啊 我想 我想 大概这就是我的命吧 大概这就是我的命吧 来 我们回房去啊 来 姑爷 来 放心 你 小陈 你回去吧 去睡吧 是 不是 干嘛喝那么醉啊 看什么看 你醒啦 那我不管你 你怎么了 我喝多了 我是喝多了 我是醉鬼 我是风子 但我 我恨你 但是我更爱你 你真的喝多了 我是喝多了 我是喝多了 那是因为我太痛苦 我太痛苦了 但是今天晚上 我不想再痛苦了 我要幸福 我要给你幸福 你要给我自己幸福 你这儿会弄抖我手呢 大荣 我只有在喝醉的时候 才有勇气讲真话 才会承诺我爱你 才会承诺给你幸福 我知道 我知道我伤害过你 但是今天晚上我不会 我是真心的 不要拒绝我的真情好吗 你是我的妻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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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写下里 我爱你 我爱你 都写下就 你 今晚就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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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就乱了 沙虹 沙虹 你别恨我 别恨我 沙虹 沙虹 你别恨我 别恨我 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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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怎么了 问你自己 问沙虹去吧 沙虹怎么了 我现在才知道 你们之间青梅竹马的恋情 在你心里 永远有对她各身不完的爱情 我 你让开 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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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担心夜长蒙多 我希望能够尽早下手 早点完成复仇的计划 好 这样 我才能够安心地 对徐天璐的女儿网开一面 既然情况如此紧张 那我们就得加快进程 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判断定了 我把这一终子放下 我们对了 有时间 那一号变化 我可以去试试 我可以去试试 一号变化 我可以试试 你 我能够尽 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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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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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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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罗 找我有事嗎 你來得正好 明天我有一筆貨要進港 對方催著我要抵押金 你先幫我準備個五十萬吧 五十萬 不可能的 你沒發現 已經出現了幾隊了嗎 我如果給你這麼多錢 要是明天出現類似的幾隊 那錢莊一下就垮了 亨利 你不要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草城好不好 那些不過是小小的謠言而已 天罗 被謠言擊垮的銀行錢莊有多少 你知道嗎 我不想成為下一個反例 除非你把我撤職了 否則恕難從命 亨利 亨利 要去哪兒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是私事 這趟回來 本來像一展所長的 本來像 來 又要做 我要做 我好像在跟他家裡 不能 我覺得 是 我在茫茫人海中和你娘走失了 人们以为你们已经不再认识 没想到我的固有季贵收养了你 那我娘呢 我娘在哪儿 她已经去我外了 你说这是什么兄弟啊 关键时刻她还不帮我 那个钱庄是我的 我给她这点股份 她真的以为我撤不走她吗 强倒众人推 今天我要是筹不到那笔钱 我的公司 我的仓库 我的码头都完了 好了 先喝杯水吧 那个 小心啊 恨就恨在我都不知道 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徐天璐打拼了二十年 一手开创的事业 怎么到老年 到老年会变得这么危机四伏 天璐 你把你手边的事情都放一放吧 不管是黑的白的 合法的不合法的 这么多年 想要的 你都得到了 现在 有一大家人在你身边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你就把手里的事情放下 好好享受生活 我 这个我曾经想过 但谈何容易 你知道我在外面对手和仇家有多少吗 就算我今天真的想放手 情况只会更危急 我说不定要一死 怎么会呢 我们回乡下去 平平安的过完一生 乡下难道安全吗 这仇家到处都是 我累了 我真的是累了 我真的是累了 你不要难过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 至少在这个时候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 我爸 你就是那些人 我爸 我爸 来 爹 你好像对我干娘很关心啊 你和她 和她家族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前面拐弯 到前面的约谷传策馆 是 爹 我跟娘 最近好像不太愿意见外面人呢 我必须见她 去听路完呢 只好把她撤走 文威 有很多事情放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不能不说 干娘 我跟我爹都说了 但她还是 曹靖啊 晚上的宴席准备好了没有 要不 让季王再陪你去挑些水果 我还想 替你干娘呢 去吧 来吧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不肯认这个儿子呢 你也没想过 你跟在她身边 是扮演什么角色 可是现在呢 现在 你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 我跟当年的洪文卫已经判若两人了 恢备 我们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玩那些儿时的游戏 你不觉得没意思吗 怎么 我们过去的那段情分 难道只是一场游戏吗 世态炎凉 人情冷暖 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磨难 那些年少轻狂 早已经无足轻重了 我把寄望留给你 难道不是为我们的过去 画上圆满的句点吗 敬吧 亨利先生 你不应该对我再有更多的苛求 我还是搞不明白 为什么你跟文光能够重新携手 就不肯相信 我多多少少能够帮你一些呢 他是我的骨肉至亲 可你呢 你毁了我们过去的一切 还要我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因为这样对我产生了芥蒂 温禄当时告诉你 你已经死了 我也去南巡 仔细地找过 找到万念俱灰 我才跟着传教士去了美国 我竟然 临走正风 温禄搬去南京 三弟 大哥 要搬去南京了 正好 我也要走了 这是文威送给我的 请你好好地帮我她 就算她骗你 你就这么轻易相信她的谎言 这十来年 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南巡这巴掌大的地方 你会找不到我 文威 你冤枉我了 我是去了南巡找你 我才知道洪家大宅被查封了 徐义的传菜馆 也早就变成了灰烬 你说我上哪儿 我上哪儿去找啊 绝望之下 我想出家当和尚 了却成员算了 可是和尚庙不是我 最后 我居然跟着这个洋河上漂泊 到了大洋彼岸 而且一去就是十几年 你说按照当时的那种情况 我不听文禄所言 我又能怎么样呢 文威 现在你可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 你好自为之 善待寄往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心意 这么说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我有家阳 我就已经足够了 像我这样的无福之人 别人给的恩惠 我消受不起 爸爸 加急电报 咱们补来的那批德国药品 今天晚上靠码头 来不及了 合约已经失效了 高额赔偿在所难免 真可惜 就差了几个小时 什么叫差几个小时 什么叫差几个小时 人家告诉我了 我们合约一失效 马上就有人送货上门 用极临的价钱卖给了李部长 那个数量和咱们失去的那批货 完全一模一样 那不分明就是我们被抢劫的那批吗 赶快报警啊 有什么证据证明的是咱们的呢 再说 这个高明的卖家 钱已经到手了 到哪去找他 太高明了 太高明了 是谁要这样玩玩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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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那个徐天璐啊 费尽心机夺走了我商会会长的位置 到今天我们也总算出了一口气啊 来 我敬你们二位有功之臣 顾行长 您太客气了 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吗 这次我们的确对那个徐天璐的打击很大 不过啊 他是百族之虫死而不僵 我们还要继续携手 乘胜追击 就怕这个姓徐的吃了这个亏啊 更加缩头缩脑 连门都不敢出来 他才会把家产交给你吗 他才会把家产交给你吗 大容 再说吧 怎么能再说呢 你使美男计都使到现在了 黑笑脸 鬼错板 就是有再大的牺牲 你也得豁出去 兄弟啊 你不会因为沙红而守身如玉吧 大容可是个不错的姑娘 谁牺牲还不一定吧 好 你又喝酒了 我就喝了一杯 我才不管你喝多少呢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大容 大容 你别生气了 我今天来 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 道歉 就算你真心跟我道歉 你认为我会接受吗 自己的丈夫把我当成别的女人来爱 大容 我没有 是你想多了 我和沙红已经过去了 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你还在梦里叫她的名字 什么是同床姨帽 我现在纵三十明白了 我没有 大容 我无法对我的梦画做出任何辩解 但是这里面的感情很复杂 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我是在梦里喊了沙红的名字 但是这并不能够表明 我对她还有任何的感觉 我听听你的解释 如果换作你是我 你能接受吗 大容 好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不会原谅你的 大容 大容 爹 你怎么回来了 家阳在吗 爸爸 我在 你们两个还好吧 很好啊 家阳到我书房来一下 原来是爸爸叫你回来 你才回来的 目的达到了 我听说你们最近经常吵架 吵得你都夜不归宿啊 基本上都是我不好 偶尔也有大容脾气的原因 是 大容有时候比较随我 其实 其实小两口在一起 哪有不吵架的 我刚刚还向大容道歉了呢 我本来是不应该过问 你们之间的事情 可是因为这几天 我要做一个对你我来说 都相当大的决定 我希望你能够让我相信你 我当然 希望爸爸能够相信我 好 您刚才说的 我有点好奇 您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啊 最近我心里交瘁 你 我想由你 来代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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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着 好 好 我 不 你回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见我爹吗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你可以走了 大荣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有些话 虽然是我喝多了的时候说的 但那也是我的真心话 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地聊一聊啊 我已经给了你太多的机会了 可是 我发现我没给你一次机会 你从来不会再会 只会伤得我更湿 越听你解释 对我的伤害就越多 大荣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好吗 好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就在外面说吧 不行 这件事 前后关系太大 我不能在这里说 你让我进去说好不好 我已经说了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以走了 大荣 大荣 走 如果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 若是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 产生了真感情 那报完仇之后 就不好办了 娘 那报完仇以后 你会让我 和大荣离婚吗 是吗 当然 长痛不如短痛 至少 你们没有圆过房 那也算是对得起它了 可是 可是我们 已经圆过房了 我 我 都没有 我 我 和大荣离婚 是一个 和大荣离婚 产生了感情 这以后的仇还怎么报啊 娘 我得承认 恐怕我真的对大容 已经产生感情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的 不管你骂我没有出息也好 骂我不孝顺也罢 从开始的憋屈 到现在的内疚 我想了很多 我现在 已经意义中 无比复杂的心情爱上了大容 他 他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我刚才差一点就把一切真相 却都告诉他了 你太危险 你太危险了 是吗 是吗 老板 可以able 徐天璐还有想法吧 不管怎么样 她是我的雇友 也是你过去的老板 这么说你还想帮她 在生意上 她一直违背商业的规律 失败是迟早的 现在 我已经知道 她过去的那些事情 至少我不可能再帮她 你不但不能帮她 你还必须要帮我 你希望我怎么帮你 我知道 你跟她还有兄弟的情分 所以 我不会抢人所难 但是她贩埋鸦片 危害社会 你应该要有 起码的正义感 至少 断她贩毒的财路 文光和谷行长正在联手 你要是继续 跟文禄勾搭在一起 只怕 你会受到牵连的 文卫 我真不愿意看到 你拱暴私仇 这一切 你以为都是我愿意的吗 今天让我们来 不会是来学个破产的吧 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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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捧场 我今天呢 要正式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呢 是我已经找到了 失散二十年的儿子 二十年的儿子 十三二十年的儿子 我的儿子就是他 亨利先生 他不就是前不久刺杀你的人吗 不错 你们不是一直想问我 为什么我会突然取消对他的控诉吗 这就是答案 也就是说 那次自伤让你们重新相认了 可以这么说 我已经帮你们起好了一个标题 二十年相聚 血光缘分 父子重逢在金陵 怎么样 很传奇吧 好 好 是 是 太好了 是 是 金帽 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欢迎大家今天到场 往今后 大家都多帮忙 好 等一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